完之神,接著對準殭屍的頭腦,瞄準,再死一折 這次,在殭屍的頭上射出了一個大洞 殭屍的身體又搖晃了兩下,還不斜地向老明月走過來 石壁四周上的殭屍也慢慢走過來 老明月看到這樣的情形,心裡就暗暗叫苦 不怕烈鬼陣,烈魔戒,現在怎麼辦呢? 老明月現在想不到什麼辦法 她唯有在眼前地面上的那眼洞口之中大聲喊 她還說,石姑姑,洞窟裡面的殭屍全部都活來了 很大聲,但是洞窟之中沒有人回應 老明月就傻子在那裡,不知道怎麼辦 她就心想,現在怎麼辦呢? 難道石棺陰三個人出了什麼狀況? 就喊了兩聲,洞窟之中還是沒有人回應 老明月心裡就更加擔心了 也在這個時候那些殭屍也慢慢逼過來 老明月心裡發手,只見到上方石壁那裡 慢慢走出七百個人來 這七百個人都是一身紅色的媳婦 不是其他人,只是天眼之的和尚 這個老和尚帶著一群大和尚小和尚 正從石壁後面轉過來 見到這樣的一幕,老明月心中一沉 她就心想了,面前有群僵屍慢慢圍過來 想不到這些眼子的和尚 終於找到了臥佛體流的機關 接著打開一道機關 順著密度轉進來 那些天眼子的和尚應該和尚 現在估計不會幫忙 應該會站在一旁看笑話了 果不其然,那些天眼子的和尚進來之後 隨即就順著螺旋狀的石階 一級一級地走下去,走到洞窟的下面 就和尚看著明月笑微微地說 小兄弟,這些僵屍是不用怕的 他們不會傷人的 老明月還以為轉了性來安慰自己 誰知道這個老和尚的下半句 差點就激死老明月了 和尚,他停頓了一刻繼續說 呵呵,僵屍,最多就在你身上 你瘋子 聽我這樣說,老明月冷坑了一聲不再說話 老和尚身後那幾個和尚 自輕自秀自通的幾個人 都在這裡這樣笑起來 自通就笑著說了 他就說,呵呵,師父說得沒錯 這些僵屍,頂多就拗得你半死 不過都沒所謂了,我們會看你收屍的 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 畢竟我們相識一場嘛,是不是? 呵呵,我們天眼子的和尚 都有好身之德 不會讓你死在這裡的 一定會把你的屍骨送回家鄉 呵呵,越知道這些和尚 竟然當著老明月的臉 私無忌憚地取笑來契樂自己 老明月心裡就很生氣了 他伸出手,抬起了那隻獵魔宮 鬼戰踏在公園之上 正前對準那個智通,深言地說 你信不信,我一戰就殺了你 那個智通,經老明月的烈鬼戰 不值地對他不由大驚失色 老明月先前,曾經出過手 一戰就殺了天眼子的和尚智成 這一幕,老明月想他們這些和尚 這一世應該都會記得 一月手中的這一支黑蚊蚊的烈鬼戰 再一次彎弓搭戰 瞄準講話思無忌憚的智通 你說智通,他怕不怕? 智通的臉色瞬間就變得好像白紙 他就潔潔潔潔潔的說 小…小兄弟,別這樣了 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老明月爛笑得一聲說 開什麼玩笑? 你看我是像開玩笑的人嗎? 情語不善,更加膽靜心驚 腳步不斷往老和尚身後移動 他怕怕青青的說 你不喜歡,那我就不跟你開玩笑了 然後他身形一晃 連王躲到天眼子老和尚身後 這次是打死都不會再出來的了 老明月手中的烈鬼戰 從那幾名天眼子的弟子身上 慢慢移動 漸漸指在哪個天眼子和尚身上 這個和尚就面色發白 腳步在那裡靜悄悄地移動 最後這幾名天眼子的弟子 全部都躲在老和尚身後 排成一排 烈鬼戰戰戰 從一中 向自己慢慢走來的殭屍之間穿過 指向天眼子的老和尚 老和尚的眼中露出了一絲微笑 他似乎不怕這隻烈鬼戰 老和尚微微一笑說 小兄弟 是自身難保 是可以救你一命 老明月 他那雙眼看著漸漸逼近的那些殭屍 看到那些殭屍距離自己 還有三四十米的距離 才抬起眼 老和尚 他就說 老和尚 你想怎樣救我 老和尚他心想 這個老和尚現在這樣說 無非還是想要他手裡的白鬼蜂雲冠 果不其然 只聽到老和尚 哈哈一笑說 哈哈 只要你將那隻白鬼蜂雲冠給我 便就會救你一命 老明月也都是哈哈一笑 隨即笑容一收 你難道不知道白鬼蜂雲冠 只有兩種人才可以得到嗎 其他人想要驗止白鬼蜂雲冠 那就只有一個下場 死 哈哈 哈哈 難道老和尚 你想要變成一個死人 但是你一個死人 要這個白鬼蜂雲冠 有什麼用 老和尚他奇奇一笑說 哈哈 狐狗 老明月就點點頭說了 既然這樣 你是不是想要拜在我們獵魔人的門下 做一個獵魔師 你這個代價 未免太大了吧 等豬在這裡轉轉轉 他微微一笑說 拜在獵魔人的門下 也都未成不好 聽到這個老和尚這樣說 自輕自受自痛 都是著急地說 他就說 師父 我們是威風凜凜的 天眼子的門下 怎麼可以拜在獵魔人的門下 慢慢不好 慢慢不好 老和尚笑而不語 靜悄悄地看著老明月 只要 那隻白鬼蜂雲冠的自保 所有的事情 都一齊 皆有可 是對著老明月說的 著他身後的弟子共 老明月就奇奇一笑 看著天眼子的老和尚 他冷漠地說 老和尚 你要拜在我們獵魔人的門下 那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徒弟就是我的徒孫了 哈哈哈哈 透過志興 勞聲學道 放你的狗屁 我是天眼子的弟子 怎麼會成為你獵魔人的徒子徒孫 你不要在這裡做夢 志通 風雲冠送給我們 到和尚身後的志興 他就急到在這裡直蹲腳 他就說了 師父 這個體義萬萬不可 我們如果進了這個獵魔人的門下 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抬起頭來做人 這個志興 他眼巴巴地看著老 好了 這一章節就說到這裡 嗯 那最後 這些和尚 會不會進到獵魔人的門下 我們繼續來聽下一章節 我是拿寶 如果喜歡拿寶講的故事 那就關注 還有訂閱 謝謝 第十八章 殺人無數 上章節說到 那個天眼子的老和尚 他說 他可以對付那些殭屍 但是要老明月 把白鬼風雲冠給他 哈哈 老和尚 你別做白日夢了 這個白鬼風雲冠 就算給了你 你也得不到 你以這幾個天眼子 和尚的命 他又騎騎一笑說 勵鬼來罵冤我 不會的 小兄弟 老衲我已經想好了 但只要小兄弟 你答應 不通講 這個老闖爐 真是想出了 應對之賊 他要跟我說一下 你是想怎樣 這隻白鬼風雲冠 好簡單 只要說 老明月就冷笑著說了 你這樣說都有可能 但是 也沒有可能 再說 我憑什麼 要過血到你的身上 你不肯過血到我身上 老明月他冷笑著說 哈哈 你以為沒有你們幫忙 我會死嗎 他就心想了 大不了我向下面一跳 你不怕這些殭屍 小兄弟 你不要怕 我來幫你 不知中了 一路非奔到 這些殭屍的面前 身形閃動 老明月向後退了幾乎 不是什麼好東西 他現在是黃鼠狼 和雞敗連 沒有餓什麼好 小兄弟 你幹什麼 你不舒服 我遠一點 如果不是 你會再說 走 我們先到一邊 再慢慢收拾這些殭屍 你會學到 你幹什麼 快點鬆開我的手 一句殭屍之中 穿了個 老明月的心那裡 小兄弟 你是中了 我的手掌之毒 落毒 更故意 我就和你搏過 不過我這個手掌之毒 只不過 是這一點 小兄弟 你大可以放心 明月沒有說話 他又心想了 如果我 苗疆草鬼寨 入這些殭屍 老明月 就冷漠地 我現在 一一滿足你 我如果 真是要求 你又跟我提要求了 我老明月隨即 就對著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解決 就別吹牛了 他就罵這個和尚 你這死闖爐 我自己 對付得到 對付不了 不用理你嗎 我對付不了的話 自然有石姑姑的前來出手 不用你們這幫闖爐操心 那我就看看 你怎樣對老明月 都還未說話 開口說了 和尚 你就手旁觀就好了 這些僵屍 我來對付 老和尚 呱了一聲 魚麻的 燕仔 他就思思一笑說 雖然殺人無數 但從來 都不求回報 看得上 他身後的 那幾名 很噁心的笑聲 他就心想 這些死和尚 心思這麼邋遢 說話更噁心 以後自己出手 就不要客氣了 看他慢慢地說 老和尚 我不知道你可相信 只要我一出手 雖然一刻讀你不死 但你身後這些天眼子的弟子 猜幾個可以活得下來 你信不信呢 冷漠地看著 天眼這樣一看 都是不由絕 又向後退了幾步 第十九章 新種劑毒 上章節說到 燕契他說 要幫老明月 對付這些殭屍 和天眼子的和尚 和尚 冷笑了一聲 慢慢地說 燕契 你真的以為我怕你 這個老和尚 竟然坐下來 冷漠地看著燕契 不知道為什麼 老明月好像見到 這個老和尚的眼裡 慢慢地升起了 一絲腥紅 那絲腥紅好像沒有這樣 慢慢地離散開來 老和尚身後那些天眼子的弟子 都沒有出聲地看著燕契 他們的面上神情 有點緊張 又有點興奮 還有些少期盼 好像都希望老和尚 可以把草鬼寨苗薑的燕契殺了 燕契冷笑了一聲 慢慢地說 看來老通流這次 要親自動手了 但是老和尚 你準備好棺材沒有 老和尚禮聲說 還需要什麼棺材 這個地下的眼子 就是最好的棺材 老蠟死了 直接就埋在這裡就行了 燕契他就冷笑著說 好 這是你說的 那就不要說 我們苗薑草鬼寨 欺負你們的眼子了 空氣之中的氛圍 立即變得緊張起來 老和尚那對 腥紅的眼 死死地看著燕契 燕契 燕契也是閉起了眼 看著老和尚 過了一陣 燕契 才沉聲說 哼 我才殺了這些驚師仔說 免得在這裡阻手阻定 說完 燕契未等老和尚說話 隨手從三代之中 拿出了一個四四方方的小頂 這個小頂 居然和小鐵 在那一尊從陰生鬼流之中得到的四足小頂 有點相似 只不過燕契手中的這隻小頂的頂身 是暗紅色的顏色 好像是經過了鮮血的浸泡 沒有這樣 那個小頂的頂蓋 烏合化 雅指這些和尚的眼 全部都被燕契手中 這一枚古怪的小頂吸引著 和尚那一箱 聲韓的眼中露出了一絲疑惑的神色 似乎在這好奇 這個燕契拿出這樣的一隻小頂 要做甚麼 只見到燕契拿著這隻小頂放在地上 隨後 他的左手就按在頂身之上 右手輕輕地旋轉那個頂蓋 將那個小頂的頂蓋打開來 旋開了頂蓋之後 這一張暗紅的小頂之中 忽然間化出了卡卡卡的聲響 就見到一隻雲身暗紅的悟空 從小頂裡面轉出來 這一隻暗紅色的伯竹蟲 轉出來之後 隨即從頂沿之上 一躍而下落在地上 隨後在地上轉了一個圓圈之後 他就伏在燕契面前的那個地上 不光的頭部在不停擺動 好像是燕契吩咐那樣 燕契口中念念有詞 過了一陣 才伸出了一根雪白的手指 向著遠處那些薑絲一指 他細細聲地說 對了 那一隻周身暗紅的白竹蟲 好像聽明白燕契說話一樣 隨即點點頭 轉身 快速異常地向那些薑絲游過去 才有一陣工夫 這一隻白竹蟲已經游其中一個薑絲的身前 然後很不停留 順著薑絲的腳隨即爬上去 又爬到了薑絲的隨即 就從鼻孔那裡轉進去 過了一陣 就見到這個薑絲突然發狂 跟著足指他旁邊另外一個薑絲 在那裡撕吐 兩具薑絲瘋狂撕吐 千年一陣工夫 就分分倒地了 這一隻紅色的薑絲 隨即從那隻發狂的鼻孔之中轉了出來 跟著就撲向另一個幼蟲 另一個薑絲的鼻孔之中轉了出來 即是短短的幾分鐘時間 這一隻紅色的白竹蟲 就好像點著火炎那樣 將幾十具薑絲全部點著了 這幾隻薑絲就發起瘋了 隨即生前距離最近的薑絲 大家都互相撕咬 全部都傻住了 老明月的心想了 這一隻紅色居然這麼厲害 如果人的身體裡面 那這個立即就發癲了 現出面上淡定若其無事 只是安靜地看著紅色的蜈蚣 從一薑絲的身上慢慢地爬了下來 隨後在地上轉了一個圈 很快地游到天眼指那些和尚的身旁 這些天眼指的身人 除了老和尚之外 個個都是臉色大變 老和尚那對眼看著這隻紅色的蜈蚣 眼中的腥紅之耳更加濃烈 只見到這隻紅蜈蚣 忽然飛了起來 竟然空之中身體挺得不直 就撲向老和尚 但如其在這樣的一下 老和尚身後那些大和尚小和尚 都是挨揚一聲驚呼 知秀就連忙說了 師父你要小心 這句話還沒說完 這隻紅色的蜈蚣 就已經飛到老和尚的身前了 老和尚在眼中殺機不老 然後學了一聲 讓我死 有一張嘴 向著紅蜈蚣噴了出來 那隻紅蜈蚣竟然抓不住了 從半空之中掉了下來 掉在地上 死了 洞窟之中那些僵屍 亦停止撕咬 一個個身上原本 已經泡泡爛爛的衣 現在已經更加破敗不堪了 這些僵屍互相撕咬了之後 臉上身上都是被彼此吃過的傷口 傷口之中還流出黑血來 洞窟之中又變得煙漆的身後 看著洞窟之中滿地的僵屍 再看看這個老和尚面前 那隻暗紅色蜈蚣的屍體 心頭大震 老明月就心想了 想不到煙漆這隻蜈蚣那麼厲害 而兩個身手也了得 居然一口氣噴出來 那隻蜈蚣立即死於非命 在老和尚和煙漆之間 是有一場惡戰 煙漆既然出手 就絕技不會停下來 煙漆不聲不聲地掛著老和尚 老和尚也在釘著煙漆 過了一陣子 只見到老和尚 他冷冷地說 煙漆 你這隻蜈蚣 就是那隻食腦蜈蚣吧 這個很厲害 又心頭大震 他就心想 食腦蜈蚣自己是第一次聽過 看來這個食腦蜈蚣 的確竟然可以從薑絲的鼻孔裡面 轉進去 接著吃了薑絲的腦水 這些薑絲就發瘋了 不過薑絲看來 真的還有殘留的腦水嗎 或者是其物質呢 老和尚的心中還在疑話不解 現測那雙眼瞪了起來 對著老和尚慢慢地說 老和尚 你這一口噴銀針的功夫也很厲害 只不過這一首雜技 絕對不是天眼紙的正統功夫 難道老和尚 還曾經帶過五門見雜技的那些遺師 這句話之中 隱隱含了飢諷之意 老和尚嚇嚇一笑說 哈哈 只要殺得死人 保得住命 這就是好功夫 老奈 不在乎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下午門 現測 你說是不明月心裡面 對老和尚這一句都心以為意 現測 他是沉默不語 望老和尚 嘴角邊 慢慢地露出笑意來 大家都在莫名其妙 明白這個燕七為何在笑 身後那個智寧和尚就大聲說 死八婆 你笑什麼笑 那句話說完 燕七面上的笑意更加濃烈了 那個智寧 剛剛要繼續說話 忽然間嘴角邊 流出了一絲血跡 站在智寧身邊的智寿 他就打了懶真說 他就說了 智寧師兄 你…你怎樣 那個智寧身體搖晃了兩下 竟然說不出事來 跟著身體撇拍一聲 躺在地上 就導演出 一絲鞋 將智寧和尚 掛張蒼白的面孔遮住 真是好詭異 智寧和尚是怎樣中毒的 到底中的是什麼毒 都不知道 眼睫和尚的對眼 全部都看著 草鬼寨 寨主 賢測的身上 好了 這一章節就講到這裡 我們繼續來聽下一章節 是拿寶 如果喜歡拿寶講的故事 採神都 採神都 好心得好抱 採神都 採神都 得到他看起你 你有前途 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新年好 我是拿寶 今天是大年初一 拿寶在這裡和大家拜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萬事如醫 在新的一年裡面 元氣滿滿 財源滾滾來 恭喜 恭喜 第十章 以命相償 上章節講到 那個智寧和尚他中毒了 他的臉孔這樣浮現出 一流黑氣來 和尚的目光之中 報滿仇恨 老和尚冷聲地講 現七 我這些弟子 和你無冤無仇 起出手 也實在太過毒辣了吧 現七 也冷聲地講 你殺死我一隻食老八竹蟲 我就殺死你一名弟子 一命第一命 何來狠毒之友 我和尚他還沒說話 他身後的智江和尚就發怒說 就說 你這死八婆 我私底是一條人命 区区一條八竹蟲 竟然跟他相提並論 這些八竹蟲 就算是死一千條一萬條 也抵不上我私底這條人命 那個微青木獸的和尚仔 智獸 也在一旁面悲憤 他附和地說 他就說 師兄 你說得很對 智兄更加大聲地說 他就說 師父 好 我們一起殺死這個聖焰的 和智寧師弟報仇 賢七 他嘻嘻大笑 隨即他又爛笑地說 哈哈哈哈 你這幫死和尚 在我心中 就算是死一千個 一萬個 也比不上我這隻 食老八竹蟲 那在我面前 爬盲爬盲 哼 信不信我殺了你 我殺了你 你就可以去陪你那個智寧師弟 賢七這句話說出來 那個志工 還是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幾步 臉 神色大便 賢七的功夫 實在太詭異了 剛才智寧 離他這麼遠 才說了一句話 就被這個賢七的勇毒功夫 他就不由這樣臉色大便 賢七 露娜賠回來給我 賢七 他又懶聲說 哼 和聲 我那條八竹蟲 不是普通的八竹蟲 阿麗 昆倫 我這次就算是個露娜 這是個露娜 如果想請按摩 我答應 你也會讓我一看 你會讓我一看 有好幾天 我來自我 常不見 你也會有好幾天 你會有好幾天 跟你們 你會有好幾天 你會讓我一看 你會讓我再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